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Tracy小姐 淑文 我們在居家防疫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還要防疊 可是我們要行動自如不卡關這件事情 不是老年人的事 年輕人也很重要 因為包括我們的肌肉要有力 因為有肌肉比較有支撐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在台灣六十五歲以上激少症的人 其實有將近三十萬人 還有剛剛講到說骨頭也要照顧 竟然有每十個七十歲以上的老人 有七個就受到退化性關節炎的之苦 那大家不要想說我年輕沒關係 因為可能像肥胖 慢性病 這個狀況已經有提早到二三十歲 不再是老人的專利 所以呢今天節目呢 我們就邀請到好多好朋友 來跟我們分享喔 我們要怎麼樣透過吃美食喔 就可以吃出這個呢 好激勵好鼓勵喔 馬上來歡迎就是我們的聰明媽媽 林芝佑 芝佑姐 嗨 大家好 主持人好 還有呢我們的農業達人 吳瑞中 吳老師 觀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咦 還有我們這個是養殖達人喔 胡廣源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 剛才說今天要教大家吃美食 吃好吃 好料 還可以我們的肌力和我們的行動力 都顧好 好 首先呢 吳老師你全台趴趴走啦 你怎麼看 其實我們今天就是常講句話是 吃四塊不如吃兩塊 吃兩塊不如吃五塊 五塊味噌是魚 像我自己都喜歡吃什麼 虱目魚做的精華 那會把它精華帶著走 你看隨身攜帶這一包 你看 欸 哇 這個 三百魚就是我們的國寶魚耶 因為現在科技發達 以前是要冰箱的 現在不用 我們就是把那個虱目魚精華萃取之後呢 把它變成這一包 好 全效分解法 把它拿個杯子 原本是要直接喝啦 所以這樣倒出來 對 一杯就有滿滿一隻 我們前面的整隻 三百魚 對 這虎波社 全部從魚頭魚尾到魚肉營養計畫 都在裡面 好吸收好營養 最主要是因為魚的分子比較小 所以讓我們比較好吸收 所以它能夠迅速的補充體力 所以我們用科技包 上山下海 全靠這一包 我們今天除了虱目魚 又叫狀元魚 很厲害以外 其實我們台灣又吃一隻魚很厲害 聽說古早古早 從太后 磁西太后去當時 就很愛吃這個叫做巡龍魚 哇 這隻魚很厲害喔 它有滿滿的膠原 而且靈膽固存 這隻巡龍魚 我就要問一下我們胡大哥 聽說我們現在台灣的漁民有夠厲害 這個巡龍魚現在不是過去很厲害 又升級版啊 是 現在都是巡龍魚 其實現在開始升級版 那尤其是我們養在宜蘭南澳那邊 我們從山泉水飼養完之後呢 那其實大家都不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巡龍魚 其實它是海淡水魚 對 回游的魚 它是回游性魚種喔 對 所以我們的漁民呢 其實花了八年的時間 去測試巡龍魚 然後讓牠能夠在 我們再花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讓牠去做海水巡化 不過我一定要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聰明媽媽 剛才說著薩肉魚跟巡龍魚 欸 姿佑姐你有吃過喔 有喔 這這麼流行 當然那薩肉魚從以前 我們都要吃薩肉魚多的 你知道嗎 所以虱目魚對我們島來說 是常常有的 可是你說要虱目魚針 我還沒吃過 你知道嗎 啊 我覺得對我來說 應該是方便啦 因為我不會穿那個漆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寶島 你看薩肉魚可以變魚針 又變魚針 真厲害 現在我們胡大哥 又說我們這個巡龍魚 又升級版 叫做來海巡網 哇 是巡龍魚升級成海巡網 怎麼講呢 是它的營養成分 它也跟過去不一樣 幾乎進步 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喔 對 因為我們透過海水巡化之後呢 那提升了它的軟骨素 葡萄糖胺 胺基酸 玻尿酸 跟蛋白聚糖 就是零零種種 其它的升級 整個巡龍魚的升級 完全提升上來 那尤其剛才說那個慈禧太后 很愛吃這個巡龍魚的大餐 今天現場也特別喔 跟我們慈禧太后愛吃巡龍魚大餐 在頭前那個喔 那個是哪些介紹一下啊 胡大哥 菲力就是它的身體 它的那個魚肉的部分而已 最有肉的區塊 對 基本上我重現喔 帝王最喜歡的 海巡王喔 海巡王 那我們現在把它的魚排 所以一隻魚可以取出幾個牌啊 一隻魚喔 一隻魚它就是兩邊啊 就兩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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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一下這個魚排 你看這魚排裡面還有這個 它有這個什麼魚油在上面 這一塊魚油很重要喔 為什麼其他肉能夠那麼老 又看起來那麼有活力 而且皮膚那麼棒喔 就是為什麼 Omega-369這個魚油在上面 有豐沛的魚油啦 對喔 然後我們跟食物建油 我們把它反過來這樣下去 好很簡單 所以如果家裡有個不沾鍋 其實簡單的 我們不用什麼油下去就可以煎了 對 所以這個魚肉它第一個它快熟 它最主要是 它你看 因為它本身是經過處理過 沒有什麼任何的雜質 所以它不會起很多油煙 那我們今天需要一點時間 也請這個胡大哥來分享一下 聽說你剛才說這隻魚變升級版 其實在養殖上是很講究 我們今天有一個外景的一些資料 藉著影片我們來介紹一下 它是跟一般的養殖有差在哪裡 聽說是從哪裡開始養 那它就是用山泉水的一個概念 在做飼養 那山泉水我們是來自於雪山山脈的山泉水 為什麼要溜滑梯 溜滑梯其實就是我們要做海水巡化 已經把它從山上帶到海邊去養 對帶到海邊 那我們就是抽海水然後抽進來 對然後做巡化的動作 你看它現在這樣溜滑梯有沒有很可愛 所以還要用水車對山頂跟搬來海邊去養 對沒錯 所以它其實它是很費工的 對但是就是為了要做出最好的品質的巡弄衣 所以我們不得不這麼做 是的 好來這個大家沒有講不知道 來我們看一下透過這樣的一個表達 可能大家比較了解有多珍貴 為什麼是進化版 你說那個是我們台灣漁民是對幼苗就開始來養了 對從幼苗對我們就是從那個受精卵開始去做孵化 所以如果我們一萬隻幼苗開始養 你說養到要一公斤差不多 就怎樣剩下六千隻啊 對就大概會損失四十趴喔 這個是還算是養殖率算高的喔 你如果再給它長大一點 變成五公斤 這個都是還在山上養的時候 剩下三千隻啊 對剩下三千隻就變剩三十趴了 所以你沒有給它好好養 它會死給你看耶 沒錯 然後再養養養養養 然後你說還要怎樣 給它帶去海邊養喔 帶去海邊養 那帶去海邊養的時候 其實在運送的過程 其實已經算很小心了 可是還是會有不小心的時候 所以它就會越來越少 然後一直到剩下 到最後剩一千隻 但是因為海水巡化的時候 其實如果氣溫太高 水溫太高的時候 其實巡濃魚就會開始翻渡給你看了 所以剛剛講說叫做巡化的過程 有時候很冷 有時候很熱 還在搬運這樣切切切切切切 對 雖然這隻魚 吳老師你說這隻魚叫做什麼化石喔 這是兩億八千年的活化石 它已經在地球上兩億八千年了 那一般沒有搬到海邊是不是 可以剩比較多嗎 我們就是要讓巡濃魚升級 對 所以搬到海邊呢 剛好是符合它回油性的一個特性 對喔 那所以也增加它的魚體的營養價值 它的油度 甜度 緊實度 包括它的微量元素 全部都提升上來 我知道啊 那個就好像大家知道嗎 我們一定要去曬太陽才會有 維他命那個D3對不對 專換嘛 對 你魚要給它搬到海邊 它體內那些微量元素 才會自然長出來對不對 對 沒錯 吳老師 你的魚排增加 我們把它翻起來 你要發現好的魚排 它就是有什麼好的油脂在上面 你看 恰恰恰 哇 那這時候我們就是簡單調味 像我的方式就是 因為你可以先用鹽菊去醃一下 讓它蓋上鍋蓋 再把中間蒸熟了 基本就可以上桌了 你看一下 所以我們都吃原味的 原味就好了 一點鹽分 去釣出它原粉的那個什麼 食材的風味 海巡王的頂級巡龍魚的魚排 所以現在今天蒸熟很幸福 我吃到比磁吸太好更好 我這塊不是一般的巡龍魚 是海巡王 我抱歉我吃一下 口感很棒對不對 很juicy 不是柴柴的 是嫩嫩QQ很扎實 而且它的皮膠質很多耶 因為它的魚肉裡面還有剛剛豐富的Omega369 肉皮很Q對不對 所以它比較沒有什麼重金屬污染的問題 這很棒 吃了會很快的 吃了會很健康的 好 那剛剛講說 不只是這個魚肉已經很厲害了 那你說真正的精華在那一條 一條什麼東西 它整隻魚就是軟骨 給大家看一下 喔 有沒有 那是它的龍骨嗎 這它的骨頭喔 它的龍骨喔 整隻都軟骨啊 整隻都軟骨喔 整軟Q 你看 我可以這樣隨意的讓我轉動 一般的魚骨一折就斷了 一折就斷了 一折就斷了 其他魚一折就斷了 是的沒有錯 那旁邊那一個呢是什麼 旁邊這一個呢 就是今天的大重點 精華中的精華 其實它全都是軟骨沒有錯 其實它最重要就是 其實它中間的這一根 龍鎖 龍鎖 所以把骨頭打開 中間還有一條是龍鎖 對 這麼粗一條 這麼粗一條 旁邊那一盤 你說那個是龍鎖 對就是龍鎖 抽出來就是這樣 抽出來就是這樣 這隻魚是多大隻啊 你看這個有多大隻 我拿一下 拿一下 我們要跳繩嗎 可以跳繩了 可以跳繩了 這麼大 對你看這隻魚 這隻是養多久 這麼大 巨大 這一隻喔 這一隻養大概九年了 九年 對九年 因為它除了全都是軟骨以外 其實它最重要就是這個龍鎖 斷斷斷的這樣 像橡皮筋 營養精華 都在裡面 那我知道了啦 那慈禧太后一定是吃那個龍鎖 龍鎖 龍鎖 所以我會說你們吃的都是肉 這龍鎖我來 真正太后在這裡了 我感覺齁 這樣我終於通了 這個就是龍鎖啦 那你要知道 不然他這樣QQQQ 像冰鎖的感覺 你知道嗎 吃起來會臭臭嗎 我是比較煩惱這樣 會腥味嗎 吃這嘴 吃這嘴 沒感覺 第二嘴有感覺嗎 我們知道姿佑姐是美食專家 第二嘴很清香 我跟妳說有感覺嗎 所以這個是用龍鎖做的 有耶 我有聽過龍鎖可以做成粉啊 現在是做成洞喔 有有有 因為膠囊跟墊磚跟粉狀 他都要複形物去過度加工 那原食物就是他直接去龍鎖之後 萃取 變成這種液態的 所以我們這個呢 在地養殖的海巡網 滿滿的聽說 像燕窩這個龍鎖洞 休息一下近段廣告 廣告回來 我們還有更多的好料要分享喔 大家看一下這隻兩億年 我很醜 活化石啊 我很醜 可是我很多膠原蛋白 我有很多什麼營養 可是靈膽固存耶 對 而且喔 我剛才吃這個魚排啊 你說那鱘龍魚的肥力 對 吃完蛋很黏 從剛剛黏到現在 我好不容易把嘴巴可以把它打開 因為我直接喝的是龍水洞 你知道嗎 它從頭到現在都旁邊是這樣 打不太開 就很堆 很綿密 你知道嗎 跟我以前喝過的沒什麼一樣耶 那就是差很多 我們那一條 又拿給大家看 很厲害的那一條 很厲害的那條 畫面看一下 那一條就是海巡網的龍水啦 龍水 沒錯 是的 自幼姐你說像燕窩那種口感 口感像燕窩 清香清香的 也不會太甜 而且不會很噁心 也沒有腥味 裡面到底 黏黏的我想應該是叫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 沒錯 還有其他哪些營養啊 哇 它的營養價值其實實在是太豐富了 它有軟骨素 有葡萄糖胺 有玻尿酸 有膠原蛋白 還有蛋白聚糖等 所以剛剛自幼姐吃了嘴巴會黏 就是因為它滿滿的膠原蛋白 對 而且它的甜甜 你說甜甜的感覺是 是有放砂糖啊 放什麼 沒有 我們是添加 蜂蜜跟龍蛇藍糖漿 對 所以整個全部都是純天藍的一個概念 所以不是放砂糖那種的 砂糖不行 這樣有的人不能吃太甜的就放心了 對 老大人說怕糖粉 這樣是可以的 可以的 因為它燙 這樣不錯耶 海巡王跟一般的這個巡龍魚 是差在什麼地方 為什麼它是升級啊 其實差很多 我們海巡王呢 我們用的池子就是水泥池 那一般外面都是用土池比較多 那再來就是 我們的飼料呢 是無毒有機的 我今天也有帶來在這邊 對啊 魚可以吃 人也可以吃的飼料 對啊 大家想要吃吃看嗎 好吃嗎 還是我試吃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嗎 真的真的真的 我試吃給大家看一下 你現在在吃 他在吃魚飼料耶 對你為什麼 你在吃海巡王的魚飼料 甜鹹還甜甜 其實它就有點像蝦味鮮的味道 蝦味鮮喔 像蝦餅的味道 所以我們連飼料就開始很講究 所以它是這個無毒有機的飼料喔 那一般的飼料 那一般的飼料 一般飼料 你說水質也差很多 對我們水質呢 我們就是一定要去引接山泉水來養殖 對那山泉水呢 那我們是我們的南澳那邊呢 其實是來自於雪山山脈的山泉水 在山泉水那邊聽說是800天喔 養800天 對然後呢我們還跟外面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還把它抓去海水巡化一個月 所以你看很麻煩的啦 一般的魚子你說山頂其實就很厲害啊 而且他剛才說那個營養 那是自然天然的 有那個營養 天然的 不是說後面又咬一口 所以我們請胡大哥 再簡單來講一下 尋王的這個營養 包括哪些它是自然生成啊 它有葡萄糖胺 二型膠原蛋白 軟骨素 玻尿酸 還有蛋白聚糖 那因為透過我們的一個海水巡化養殖之後呢 才會增加它的玻尿酸跟蛋白聚糖 你的意思是說一般你如果不再帶到海邊去練一下功 這些是不會有喔 是不會有的喔 所以我一樣吃我要吃通通有啊 當然這一點是挑最好的品質 而且這些東西都是天然含有的喔 所以不像外面市售的 還要額外去做添加的 好所以這個口說無憑 也要把這個魚拿去檢驗一下 我們是檢驗 真的是透過檢驗說 它有玻尿酸 有葡萄糖胺 還有這個什麼 軟骨素 還有膠原蛋白 這真的是經得起考驗 對 你說很麻煩耶 我想吃一隻魚怎麼吃到這麼麻煩 微量元素檢驗完 我檢驗說有安全嗎 安全性檢驗 為什麼這個 養殖還有這麼多檢驗 是沒有錯 那這個就是 尋龍骨裡面的骨髓 是針對尋龍骨 還特別去檢測安全 沒有錯 那裡面檢驗呢 我們從重金屬 藥物殘留 不含西藥成分 以及抗生素等的檢驗報告 這很重要 因為很多 吃了很有效的一些食物裡面 很多會加什麼西藥 對啊 或者抗生素 所以這有效不是說 它是另外膠的東西 是 它原本就有的東西 在養殖的時候 如果有任何藥 我們吃的消費者一定是很擔心 對 而且它會是在骨頭裡面 現在肉吃掉了 怕在骨頭 那我又喝它的骨髓 那我會怕 對 安全很重要 對 安全很重要 對 安全非常重要 對 然後呢 像你自己 我們剛剛吃是真的肉好吃 然後那個骨髓說成燕窩 阿孫你自己 來 我們看一下它 看起來就膠原蛋白很多 好 其實呢 來 我們看一下 聽說那時候你有擔心 那時候腳怎麼了 這個就是跟小朋友 帶小朋友去打籃球 結果下來的時候 就踩到小朋友的腳 然後兵腳刀 不頭就離開 那一陣子你看你的腳刀 這樣把它包起來 對 我就這樣包起來 對啊 就一搏一搏的 但是呢我去醫院回診的時候 我就是因為每天我都在 那醫生說這樣子 一般兵腳刀離開 要多久嗎 要差不多兩個月 兩個月才會好 兩個月 六十天耶 對 我透過食補之後呢 我十八天就好了80%了 好 那除了說 我們平常的一個食補養生 聽說你媽媽 你也把它照顧得很好 一定會 我媽媽很喜歡 你媽媽齁 一看 對 這我媽媽 她已經六十五歲了 她就是很喜歡去淨香 很虔誠 可是她有好體力跟好腿力 那這個就是你媽媽 你媽媽也是 你們家人皮膚跟那個膠原蛋白 看起來都特別多 所以平常媽媽都有給她照顧 都會給她保養 除了媽媽 這一定要 這是我阿嬤 阿嬤 她九十七歲了 九十七歲阿嬤 而且我阿嬤她在前年的時候 也是一樣在家裡 然後走路就不小心跌倒 那怎麼辦 一般老人家不肯站起來 因為九十九十 因為扣應該現在九十七嘛 九十七歲 九十四歲的時候 代表說那個語音 很難恢復 所以這樣也是 你把鴨子還勾起來就對了 鴨子還勾起來 就喝那個龍髓的那個精華 來食譜啦 來食譜啦 來食譜 那這是你媽媽的嗎 這不是啦 這是我朋友的媽媽 你朋友的媽媽 你給我們看你朋友的老婆 因為她從懷孕的時候 她就開始吃龍髓洞 你看她剛剛那個照片 懷孕就吃喔 懷孕就吃了 所以她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都沒有那種 我們講牙齒會鬆動感啊 然後會掉頭髮啊 她完全都沒有 就非常健康 所以那個做月子的過程 要照顧對不對 要 而且因為女生 本來就是生一個小孩 其實身體的營養素 都被小孩吸走了 所以你要調養 要調理 你要調對 不是調回一堆肥肉 你要調 要夠基礎的 就跟打底子打得好 對啊 因為那個小朋友 小寶寶的營養 都對媽媽身體 給她抽走了 對 所以現在這個小朋友 也超可愛 她才兩個月而已 她兩個月 對啊 你看她的皮膚有沒有 還有媽媽的皮膚 粉嫩粉嫩的 斷斷的 對 很想要捏一下的感覺 我覺得媽媽有副作用耶 你看媽媽的皮膚也跟著漂亮了 是 沒有錯 真的真的叫一人吃兩人補 對不對 全家快樂 對 真的是全家快樂 好 所以這樣的這個 剛剛姿佑姐說 你有吃過那種 什麼叫做有孫 有什麼沒有孫 那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我剛才 旁邊在喝這個 海龍王這個 這個農水洞 它加得綿密 加得香 沒有水 沒有水 最初我喝完整個嘴巴會 這樣咪咪 黏黏 你知道嗎 口感稍微還有燕窩 那種顆粒 我以前喝的 就是水水 喝起來就沒什麼感覺 還覺得粗粗 是不是濃度有差 不是粗粗而已 還有一個味道 我喝第二瓶就不夠了 今天有帶來給大家看一下 教大家怎麼樣 教大家比較一下 就是市售的 我們現在市售 這是市售品牌的 然後這個是海群王 什麼叫水水的 什麼叫做 貨真駕駛 配方不同 同時比較 一貫就是一個海水養殖的 一個海巡王 一個就是一般的 一般外面可以看到 巡龍魚 差這麼多 一個真的叫水水水水 另外一個是 有顆粒有果凍的感覺 對 好 我們把它掃子拿起來看一下 是不是更明顯 差很多 完全不一樣 一個有果粒是不是 對 還有膠原 就是膠原 對 它就是滿滿的全部都是農水 哇 對 這個就是跟市售完全不同 就是它濃度 因為我們都知道 越農的東西它效果更好 因為精華更多 最重要就是說 其實呢 這是因為我們在地養殖 我們台灣這個寶島 我們在地養殖 它是搶先營養100分 所以我們也來分享一下 你說從這個怎麼樣 魚苗 對 從我們的養殖基地呢 就是在南澳 那從山泉水養殖之後 然後再來從受精卵 開始飼養 然後孵化成小蝌蚪 從這麼小開始養喔 這麼小 就像小蝌蚪一樣 對然後再來就把它養成大概是在 10公分左右 就看那個手有沒有 抱著那隻小隻的 沒有錯 對然後我們再來就開始要去做 分池的概念 大小隻要分開 大小隻要分開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用無毒飼料 去做一個養殖的方式 好 無毒飼料養殖完之後呢 然後我們就會把它 800天之後 我們就會把它帶去海邊 做海水巡化一個月 對那海水巡化一個月之後呢 那我們就會大量的去 用水車一樣載到 大型加工塗材廠 然後去做 去專業加工廠 就馬上處理了 去取這一條龍骨 對 是的 龍骨才能去抽出那條 水 對那條水 那條骨 好那個龍骨 你再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龍骨喔龍骨 軟軟的有沒有 我手在壓的這種感覺 軟軟的這樣 嗯 好 剛剛呢 姿佑姐呢 她吃的是那種 你說冰過 她那是要冰冷凍這樣嗎 冰冷凍 我們通常是冷凍保存 但是要吃的時候呢 我們就拿到冷藏來自然推冰 前一天自然推冰就好了 那這是一種方法 那如果你要吃熱的呢 那其實我們就很簡單 冬天要吃熱的也可以嗎 吃熱的也可以 那我們就直接呢 再拿一個容器 然後倒下熱水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把瓶子冰箱拿出來 就直接泡熱水 三到五分鐘就可以溫溫的熱水 味道 應該不會啦 對 還蠻對不對 你還是忍不住要這樣喝 清香清香的 我不是用燕窩漱口耶 我是用那個呢 龍水凍漱口 對啊 我真的比太厚還要高級耶 真的 所以你看喔 如果平常身體保養 我就靠那個什麼 這四目魚精華 那腳手要給我們一隻四目魚 但是我們要 骨頭要軟Q啦 他要有關鍵的行動力 我覺得 這個 我們的什麼 海巡王 龍水凍 他真的 你看你們的燃養成分 葡萄糖胺這些 可以讓老人家 八冠八雞 還比較有爛 最重要就是 到底是什麼人 比較適合 我們要食補 就要來用那個龍水凍 是 那我們從銀髮族 那銀髮族 就像我媽媽跟我阿嬤一樣 那就是一定要做這樣的食補 然後再來是 發育中的青年 對 需要勞力的 對 那還有上班族 上班族其實很臭的 有當時加班 上班族也要補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孕婦 一人吃 兩人補 吃到媽媽也會堆堆 小朋友也會堆堆 那再來就是 比較勞力的 就是可能要搬重物的那一些 那以及術後 手術的時候要保養 化便醫藥 我們要保養 要保養一下 好 我們真的太幸福了 我們有在地的食材 我們尋找靈活力 又可以吃出健康跟美麗 今天謝謝來賓的分享 那麼我們觀眾朋友 如果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 也歡迎上我們的女王當家 FB粉絲團 來做進一步的了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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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